各位好 歡迎繼續收看 希望未訂閱朋友 幫我訂閱 分享 和分享 伯爵錶這個品牌 因為我喜歡手錶的時候 已經是樂意得到 90年代的時候 太舊的我就不清楚 伯爵錶簡直不是普通人可以接觸得到 當年很顯的東西都沒有那麼貴 伯爵錶動輒十幾萬 十萬八萬 是入門的錶 很多錶 雙滿鑽石 很誇張 價錢 其實很多店鋪都賣 經常看一看 很嚇人 但又這樣說 從來我對他沒有什麼慾望 因為覺得款式不太適合我 通常很珠光補氣 很隆重 很斯文的錶 不怕說 屬於我自己的自用的八卓 我這麼久都沒買過 過下手印都來買的 就玩過很多隻的 都是近年那些 Polo S 或者之前的 Upstream 其實未做 Upstream之前 根本就八卓 以前只有貴金屬錶 這點我很久都知道 那時候我對金錶的概念很模糊 沒想到我會買這些錶 我覺得這些錶的門檻這麼高 怎麼買 想不明白是什麼人買 不過隔了這麼多年 陸陸做圖體 拜祟的錶 確實做得很漂亮 雖然是斯文錶 但我發覺都頗吸引 近年人們注意力都在那些 Upstream Polo S 等 我對那些運動款都不一般 而且熱潮都開始退卻 那些錶都開始 其實連那些APPP 努力試著退卻 那些都很難不退卻 那我回回下來 其實現在呢 喜歡不喜歡就見仁見智 但我覺得如果你喜歡的話 其實現在這時候你買 好像那些白鳥 Polo S 或者 Sylvon Elvin Eagle 回回回 其實這隻錶都回到差不多的 其實都OK的 以用的角度 你不要想著又會升等 那些就不要想多了 不過今天找來一隻白鳥的斯文錶 叫做Imperador Imperador 是一個西班牙文 即是帝王的意思 一隻18K紅金的手錶 其實它是一隻自動錶 用51P的自動機身 其實看這個錶面佈局 白鳥也不只有這隻錶用的機身 在白鳥的Upstream 也是有一隻 小秒針位版搭10位 Power Reserve版搭6位 尺寸這隻錶是31x40mm 又不是很小的這隻錶 戴上手給大家看看 等於一隻 大概37-8mm的手錶 厚度是9mm厚 其實這隻錶也算很厚 拍下努力士給大家看看 其實也有38mm 約略 大約 不過白鳥看了這麼多年 得出一個論點 一個結論 就是 盡管說這些錶 買新的 真的輸到鈾電了 買二手 真的化算很多 便宜很多 因為這些錶 白鳥二手 折量真的大得驚人 好像這些為例 好多一隻錶都是金組 其實是幾萬元 五萬之內的 以前這些定價都是十幾萬 一開波都十幾 折量幅度都很巨大 有時候很坎 這隻品牌 自家機芯 漂亮機芯 針面製作 其實不需要多說 收到這樣的價錢 但淪落到 其實很多白鳥 這隻都未算是最誇張的 最誇張的是 一些斯文的薄裝 不過有這麼說 白鳥有很多醒錶 大家買的時候要留意一下 跌到去 跟融金差不多價錢 去賣給你的 白鳥都要 真是 有些唏噓 其實是有這麼說 不過這些錶 始終現在不是潮流 是比較少眾少少 但我覺得 有時潮不潮流的東西 有時是不需要跟別人買的 我認識有些朋友 不流行都不買 流行的時候才去追 我覺得如果一般不理會 別人怎麼看 這些錶 現在的價錢 其實很便宜 很便宜 問心說 我自己都不帶這些錶 但你問我 幾皮 我覺得很超值 今天就分享這隻白鳥的 Imperador 多謝大家收看